民生话题来关心台中苗栗现在限水供五停二 有饭店和百货公司业者必须向没有限水的南投自来水公司买水 来因应这样的营运使用 所以最近南投出现了许多水车 一次最多有十台水车在排队 这样水车频繁进出的景象也变成另类奇境 你一家要走几座 两家座而已 也台中担头这样走 大马路上看到水车一台 两台 三台 还有第四 第五 第六 怎么会有这么多水车停在路边 台中停水啊 对 你会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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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桃圆巴德 这样啊 这样还好 还好啦 台湾汉情严峻 许多县市实施公五停二停水政策 还没实施县水的县市 就变成了有大量诱水需求的百货公司 或是工厂供水的重要管道 一顿水大约18元 而一辆水车大约可以载20顿 约360元左右 运费大约在3000至4000元左右 一般民众可能不太适合 所以像一般的民众可以载吗 还是一定是要 就一顿两顿就不需要买啊 嗯 了解 你可以到我们的供水站去取水啊 还是希望老天赶快降雨 易解干旱之急 记得曾如辰南投采访报道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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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